腰部還有這個胸部 三點 然後當然你這個時候 做一些伸展的運動 每天都會貼牆 至少十分鐘 可以訓練核心和體態 這是婦產科名醫 隱藏生的養生小配布 行醫超過四十年 接生過兩萬多名新生兒 超過六十五歲的他 外表看起來很年輕 要維持看診和開刀的體力 一切靠自律 我們盡量是步行 這樣子在這個情況之下做運動 因為我們要注意我們的體態 因為中年以後 很多人就是駝背 然後駝背久了他不知道 別人講他可能也不相信 所以你自己要平常就要練習 這個老態 有的人年齡並不大 但是五十歲以後他就開始駝 一駝的話就年齡變得更大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要注意我們的體態 我們第一 我們要擴胸 擴胸運動最好 但最簡單的時候 就站了靠著牆上 我們的腳跟 還有我們的臀部 跟我們的這個背 這三個點 能夠把這個牆壁貼緊 忙碌工作的空檔 就爬樓梯 深蹲 貼牆等等 飲食以肌肉 魚肉等白肉為主 隱藏生完全沒有三高 非常標準 根據內政部公布的數據 一百一十年 國人平均壽命是八十點八六歲 以臺北市的八十四點一七歲最高 隨著平均余命越來越長 百歲人銳也會越來越多 日本在二零二二年的暢銷書冠軍 是一位醫生寫如何越過八十歲 這個臥床與否的高牆 一路健康到百歲 他以照顧病人的經驗提出四十四個方法 像是持續走路走到不能走 越咀嚼頭腦身體越清明 記憶力衰退不是因為年齡 而是因為不用腦 儘可能外出宅在家 大腦會不靈光等等 不過有些論點 並非跟日本主流醫界一樣 像是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不需要刻意降低血壓血糖值 失智症這件事情跟三高很有關係 所以當然年輕的時候就要預防三高 包括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 三高的預防甚至在四十五十歲 就要開始了 所以要越過那個高牆 不是八十歲才要開始做 而是及早就要開始做 人際的互動 我們在跟人家聊天 在一來一往的談話當中 其實就是一種認知的一種活動 那有朋友你可以交心 你可以把這些你的煩惱 你的困擾都可以講出來 其實對你的情緒是好的 避免失智 醫生建議就算退休也別太長 宅在家 而要健康老避免臥床 研究高齡醫學的醫師林志明提醒 老人家要防止跌倒 造成的身體傷害 就得積極處理這些地方 第一個 他視力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退化 我們要不要協助他去改善他的視力 那聽力也可能會衰退 那隨著心力衰退以後 他可能也有平衡的問題 那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平衡器 最常見就是耳朵眼睛跟腳體受氣 那隨著年紀的增加 耳朵的聽力下降 平衡器的功能下降 那眼睛的視力又不好 那這個時候他可能又有肌少症 肌肉的力道不夠 所以他的腳的平衡度不夠 所以這個人就常常會覺得有暈眩的現象產生 規律運動可以防止肌少症降低跌倒風險 健康老化需要自律和維持開朗的心情 每個人都要學怎麼好好變老 TVBS新聞李延正王一節台北桃園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字幕請忘記特地